人到中年却依然美过妙龄少女, 即便是40家也一较能让小鲜肉欲罢不能, 你敢相信吗? 在白瘦年轻的审美流行趋势下, 这几位女性用自身证明在性感和知性脸前, 可爱与少女感真的不值一提。 许青已经年过半百, 却在电影协部压重中让庞于燕, 姜文和廖凡三位男神, 见识到了什么叫魅力, 尤其是那段身穿旗袍的翘臀表演, 更是让无数观众看得血脉膨胀。 当然,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中, 人间有物可不止许青一个, 樱桃在电视剧中只是露了半截大腿, 就能让雷佳音饰演的周炳坤看得激动不勇, 一出场就仿佛是仙女将领, 别看她穿着破烂的衣服, 但只是一个回眸的眼神, 同样有让人望尘莫及的能力, 长发飘飘,身材宛如妙龄少女, 与小鲜肉拍起戏来也毫无违和感, 谁能相信她已经42岁了呢? 因同乡与同掌柜这个角色, 让大众对严妮有了很大的误解, 一口的陕西方言, 总能让人将她与手合土结合在一起, 但作为一位生过孩子的成熟女性, 当她穿上礼服大袖身材时, 完全就是绣场上走下来的高端腿肌, 不仅肩部于锁骨的线条展露无影, 腰部纤细的腰线, 直接让严妮将五妹风情展现了淋漓尽致, 即便是与女儿站在一起, 也丝毫没有年龄的差距, 说到颜值, 能让周迅赞不绝口, 让陈叔羡慕极度, 李小冉到底多有魅力, 作为一位绝对天生的无关型美女, 据说李小冉14岁时, 就已经惊为天人了, 连陈叔说起她的颜值, 都忍不住发出赞叹, 而如今45岁的她, 脸上非但没有留下任何岁月痕迹, 甚至还增添了几分风云, 皮肤白到仿佛自带高光, 在华顶墙上, 以风云傲人的身材, 更是秒杀一众女星, 岁月赋予她的魅力, 早就是超出了年龄的存在, 如今对于审美的定义越来越多元化, 肤白年轻不再是对美的唯一标准, 只要健康是有活力, 几时40家的姐姐们也依旧魅力满歌, 对此, 关于美的标准, 你又是如何定义的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